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今个小时图大家会发现 昨天一开始大家会留意到 现在已经有惯性好市出现了 包括昨天都强调过 去到昨天为止 大家要留意 由上星期三开始 一日升一日跌 一日升一日跌 而昨天可以说打破了少少 上星期几天的常规 似乎昨天一开始虽然跌 但之后其实金已经开始止跌 其实不单止这个讯号 而我昨天也告诉大家 其实去到这些微调阶段 我们要再找到金或美元的方向 其实就要靠一些所谓的细节 作为我们所谓分析的要点 尽量找到一些可能和昨天市场走势有关的讯号 可能会更容易解答到刚才所谓的问题 大家看完美颜指数 大家会更加清楚 昨天虽然美元一开始是上升 也算是突破上星期五的最高位 少少 但结果之后又是整日来算是开始下行 即是破了顶后反而跌 即是我们之前见过 原来在周五当美国收市 美元特地突然抽升 可能是因为周六、周日的所谓 担心时间的风险问题 所以有这样的现象 但是去到昨天开市之后 似乎情况就完全逆转了 你发觉金和美元都是 所以昨天美元是做调整 当然了 看昨天给大家一些建议 昨天也说过这个问题 原来市仍然维持所谓的上落市格局 最终亦给了四个建议大家 其实价格可能去到今天为止 其实大家都开始很清晰 例如我们看到金到1310这些位置 已经短线有个支持 当然这个信号可能很短 未必可以让它有很大反弹 但反过来去到这些位置 似乎可以试下入市买 所以昨天建议大家就1313.4买 目标放了21、26和34 stop我放了11 下面有些尴尬的问题 我告诉大家 其实如果我因为控制风险 所以我尽量都拿2-3元 最多就作为风险控制 但如果第一次银不了 唯有再低一点再银 那里其实很多时间会碰到 就是说你剪完第一张 就是买不到下面那一张 那好像前功中费 大家会知道 所以第二个建议是 建议大家13.06才买 目标放了13.21和26 stop我放0.4 其实这里可以告诉大家 其实这个价格会跟上一次 当英国脱欧上完1357之后 就跌下来的最低价是13.05 所以昨天如果穿了11 就预计13.05 看看可否双底反弹 之后也会建议大家沽 既然预计金有些反弹 但又怕它会否弹得不多 所以昨天也开始慢慢把上面沽的价格收回 建议大家13.27沽 目标放了18.13和06 stop我放了29 34再沽 看看走势 昨天应该持续 不过看看 算你了 昨天的金 之后最低落到这棍 大家看到 GMT时间13点 即是美国开市 最低落到1312.35 即是昨天持续这个应该持续 1313.4买到 stop我放11即是没事 但能否弹得到第一个目标 算是不错 昨天最高第一个day high 最高是1322.1 即是21就平了 但第二个目标26就做不到 当然下面两个价也做不到 不过 今早大家留意 又是开市那两个小时 你发觉 金又做了 day high 又是穿了昨天的day high 少少 所以有时要告诉大家 当价格在一段范围里走很多次 就会导致很多day high 还有很多day low 究竟谁才是 阻力和支持 就会有机会出现混淆 例如今早上了1322.6 比昨天的day high多了三毛指 我想告诉大家 好像没有特别意义 所以今天又会怎样看 如果从现在看到的状况 可能仍然会当上落市 但是仍然会不会再在1310这些位置 或1312再买 今天就开始有些保留 为什么 因为你是否真的在这个价 去短线博买 大家要看看 昨天我们的建议虽然捉到 最低和最高 但实际上你赚不到10元 即21元到13元 即是你赚6元 不是应该的 但实际上我当你拿了high low 你10元都赚不到 最低1312 最高1322 即是刚刚10元 加上买卖差价 可能只有8元 即是你最赚到8元 所以我觉得 如果这样去计 是否就值得去买 反而这个就要看看美金 其实现在我们看到美金 昨天叫做调整 但FOMC议息应该去到星期四 如果这个调整是否一直调整到下星期四 我觉得机会也不是那么大 但另外一件事大家也要注意 之前有跟大家说过 你可以看RSI其实落到40 以下 如果这样看 其实 似乎美金有机会进一步调整 下多少 我估计今天美金还会跌 所以 可能仍是建议大家买金 但如果你看 是否1310再买 可能会退一退 但价格多少 可能我真的要计算 再告诉大家 所以今天 先做到这 晚些会将价格 放在公司的网站上边 今日的节目先做到这 那里面 明镜也有没有 从这一刻 我们刚才看到了 在下方 我们再次 下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